8月20日上午,日本代表团在雅加达亚运会的官方新闻会客厅就日本男篮球员在亚运会期间逛娱乐场所接受女性服务。 一是,召开新闻发布会,日本代表团团长山下泰域鞠躬表示道歉,并宣布,升穿日本代表团团服的四名男篮选手,23岁的乔本塔瑞,22岁的金村加泰,23岁的佐藤卓摩和27岁的永吉又已将被取消日本代表资格,并且返回国。 日本代表团团长山下泰域,表示道歉,据日本媒体昭越新闻报道,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四名日本男篮队员在8月17日凌晨,被发现穿着官方服装出现在雅加达红灯区的卡拉OK店。 一名记者目睹了当时的情景,他趁四人穿着白色抛罗衫,衣服上印有着看字样,随后,他们约了卡拉OK女服务员外出就餐,没有整个南南国家队都参与其中的消息,所以没必要对整个队伍都进行处罚,他们会八个人继续参加亚运会的比赛直到结束。 山下泰域说,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对此表示,球员的行为,违反了日本队的行为准则,这几名球员将会遭到处罚,被要求打包回国,那运会的支柱是由政府出钱的,所以球员在外代表着国家。 即使我们不在赛场,场外我们也应该努力,成为社会的模范,此次确实的四名日本男篮选手,都是属于日本篮球碧联赛。 本届亚运会,日本男篮与卡塔尔,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分在一组,由于亚运会男篮报名每队限制为12人,追加报名期限已过。 在这四名队员被开除之后,日本队剩下的比赛将只有8人参赛,演讲阅读,参赛资格确定。 NBA特批周期,定见宇航赫克拉科森,参加亚运会361度,与以宁太阳百货达成合作,推荐品牌国际化。 Zither Harp Zither Harp